Hello 我是萨比 提到日本青春残酷物语 一定会想到《严谨君2》 以及他的电影处女作《情书》 《情书》没有外放的情感爆发 只有含蓄、深沉、内敛的东方表达 电影中的青春暗恋 唯美与残酷交织 如陈雾般朦胧而来 又如微风般轻轻离去 短暂意识又让人无穷回味 但《情书》不只有暗恋 还有创伤与释怀 和对生与死的解读 电影一开场 便是生者对死亡的短暂体验 大雪纷飞 唯有风声呼啸 女孩倒在雪地上 仿佛天地寂静 别无一物 突然 她猛地呼气一口气 从短暂的窒息中清醒过来 随后 她站起身 胆了胆身上的雪 抬头凝视着空中飞舞的雪花 沉默片刻最终选择了离开 一步一步从雪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这个长达三分钟的镜头 没有一句台词 却是日本影史上的经典 而《情书》的故事 也在《满天飞雪》里开始了 雪地里的女孩名叫杜边博子 今天是她的未婚夫 藤井树的两周年忌日 藤井树死于一场 因雪崩而引起的山难 博子刚刚的举动 或许正是想知道 未婚夫死前的最后感受 然而 时间早就冲淡了死亡的伤感 葬礼上 人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而博子见证了一切 看似辛苦忙碌的父亲 实际上是想借机和兄弟们一起喝酒 操劳过度的母亲 也只是装病逃离应酬 太高兴的话会有失体面 所以得装装样子 雪地们簇拥着博子 告诉了她一个秘密 藤井树的朋友秋叶将避开人群 今晚偷偷来祭拜她 秋叶与藤井树一同经历了那场雪崩 只可惜一生一死 自那以后 秋叶再也没有登过山 随后 博子开车 带着藤井树的母亲回到了家 车上的这两个女人 本该有成为婆媳的缘分 偏偏命运弄人 过往的所有情分 如今都变成了一句 你很久没来看我们了 回家后 藤井树的母亲 领着博子来到树生前的房间 翻找出了一本毕业纪念册 博子这才知道 原来藤井树曾在小尊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临近毕业前才转学到了神户 母亲说 他们在小尊的房子已经变成了公路 无迹可寻 但博子仍然趁着他出去拿蛋糕的功夫 鬼使神差地翻到了纪念册的最后 找到藤井树的旧纸 并用钢笔抄在了手臂上 麻木的父母 调笑的亲朋 落灰的房间 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 在藤井树去世两年后 所有人都回到了生活的正轨上 唯有渡边博子这位未婚妻 对他念念不忘 于是 博子给他写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非常简单 只有短短的两句话 你好吗 我很好 随后 博子按照地址 将信寄去给了小尊 按理来说 这应当是一封永远无法送达的信 可奇怪的是 博子却收到了回信 更令他心神颤抖的是 信内头的藤井树告诉他 我很好 只是有些感冒了 这一封出乎意料的天国来信 让博子又惊又喜 他不知道的是 因为这封信 另一个女孩的命运也在悄然改变 原来 小尊还生活着 另一位同名同姓的女藤井树 博子在纪念册上抄录的 正是他家的地址 情书并不是一个 需要推理与猜测的悬疑故事 因此 导演严谨君二早早就利用 穿插的双视角镜头 向观众揭晓了谜底 但是 故事里的两位主角 却仍要疑惑一会儿 收到博子的信后 藤井树从好奇到恐惧 最后酝酿出了愤怒 在第一封信出现时 导演用了八个字介绍了小尊 也阐述了藤井树的困惑 小尊是一个北方城市 远离神户 自由生活在小尊的藤井树 根本没有任何在神户的熟人 他问了一圈 仍没有找到结果 于是 得了重感冒的藤井树 突然起了顽心 他披着厚厚的毯子 一字一句在电脑上敲下了回复 他原本以为 这封信不过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既然如此 硬和两句也无妨 但是 藤井树万万没有想到 那个远在神户的博子 不仅很快寄来了第二封信 甚至还贴心地烧来了感冒药 似乎对他尤为关心 在第三封信里 博子干脆向他诉说起了生活日常 博子说 樱花快开了 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然而 这句无关痛痒的话 却戳中了藤井树的神经 在图书馆工作的藤井树 看了太多小说 脑补能力一流 在他的想象里 樱花往往与杀人事件脱不开干系 于是 藤井树决定做出小小的反击 他质问那位神秘的博子 你到底是谁 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 没过多久 藤井树收到了回信 可是 博子不仅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反而质疑起他是不是真正的藤井树 还让他拿出证据证明身份 一怒之下 藤井树寄去了自己的驾驶证复印件 并单方面切断了联系 在最后一封信里 他毫不客气地写道 这就是证据 别再给我写信了 再见 其实 藤井树着实错怪了博子 那封颇为冒犯的信 并不是博子写的 而是秋叶 原来 博子在收到第一封回信后 就立刻告诉了秋叶 伴随着信件的往来 他们的真实关系也逐渐清晰 博子 邱叶与男藤井树是大学同学 三人是很好的朋友 在第一次相见时 邱叶与藤井树都对博子一见钟情 但邱叶慢了一步 让藤井树抢了线 对此 邱叶忍不住苦笑着调侃 说藤井树从未对哪个女孩如此积极 后来 藤井树遇难 邱叶重新对博子展开了追求 尽管两人现在是名义上的恋人 但很明显 博子从未放下过自己的前未婚夫 而那些小尊来信 便成为了博子最大的慰藉 他满脸笑容地 向邱叶诉说自己天马行空的猜想 或许这真的是树从天国寄来的信 说白了 博子根本不想去探究真相 他准备接近所能 维持住这个浪漫而虚幻的泡沫 而那位小尊的藤井树继续通信 但是邱叶却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一来是为了安全 不知对方有何居心 二来也是出于嫉妒 好不容易与博子在一起 可却时时刻刻都要活在藤井树的阴影之下 这令邱叶无法容忍 于是他私自抄下地址 想要找出真相 然而博子却并不高兴 他有些生气地斥责邱叶 觉得他的咄咄逼人实在太过无礼 除了愤怒外 更多的是惆怅 博子喃喃自语 不知道藤井树的感冒有没有痊愈 千言万语 最后都凝成了一句轻飘飘的话 落在舌尖都结束了 看着藤井树的最后一封来信 看着眼前忧郁的博子 邱叶顿时明白 倘若这个结不解开 那么他与博子之间将永远横着一根刺 与其逃避 不如面对 想到这里 他望向博子 与其坚定地提议 去小尊吧 由于片刻后 博子答应了 两人趁着邱叶朋友举办玻璃展的机会 来到了白雪挨挨的小尊 更令两人感到惊喜的是 他们很快便从朋友那里 打听到了有关南藤井树的消息 随后 朋友决定 带博子与秋叶去看看藤井树曾经的家 而另一边 女藤井树对他们的到来无知无觉 她已经将那些古怪的神户来信抛着脑后 因为眼前有着更重要的一件事 搬家 在这件事上 藤井树与母亲达成了一致 家里的房子太老了 有倒塌的风险 既然如此 不如一家人搬进公寓 开启新生活 这本是一件好事 可年迈的爷爷却相当固执 说什么都不愿意搬家 这令藤井树的母亲伤透了脑筋 但无论如何 母亲已经下定决心 不能一味迁就老年人的习惯 搬家势在必行 这天早上 房屋中介阿布先生早早到访 抬车带着母亲去看房 藤井树一听 顿时来了兴致 尽管他的感冒仍未痊愈 但他仍旧要求着母亲戴上了自己 汽车颠簸行驶在积雪消融的马路上 藤井树按照母亲的命令 坐在后拍 裹上了厚厚的毯子 看着不情不愿的藤井树 开车的阿布先生笑着回头 劝藤井树要听母亲的话 他说 马里杂货店的男主人 就是因为轻舍了感冒 一不小心转成了肺炎 听到这 藤井树顺口问了一句 他死了吗 这个问题令阿布感到不可思议 他用十分笃定的语气回答藤井树 肺炎这种病怎么会死呢 不料 藤井树却淡定地告诉他 我爸爸就是这样死的 更尴尬的事情还在后面 原来 这位阿布先生并不是普通的房产中介 他其实是藤井树的姑父 阿布的老婆 正是藤井树父亲的妹妹 尽管阿布先生百般找母 但从他真实情感的惊讶里 所有人都能心照不宣地推断出 那个残酷的真相 身为亲人 阿布却已经将藤井树父亲的死因 忘得一干二净 在阿布掩饰尴尬的笑声里 藤井树母亲一句淡淡的感慨 无形中道出了真相 他说 人若是死了 就容易被人忘记 其实这句话也是情书 整个故事所探讨的核心 死亡与遗忘 像是挺拔的树与缠绕的藤 两者密不可分 但不同的人 总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至此 书信两端的故事 有了微妙的交汇点 而连接他们的正是死亡 相比之下 死亡先一步来到了藤井树的生命里 让他与父亲分离 若干年后 这种隐痛仍未消散 而信那头的博子 则在跌跌撞撞地学习 如何面对未婚夫的促然离世 两年的时间太短 他依旧未能找到答案 至亲至爱的死亡 让藤井树与博子 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同路人 尽管此时此刻 他们仍然没有察觉 但很快 命运就会让他们产生更深的纠葛 说回那辆行驶的汽车 当汽车稳稳停在医院门口时 藤井树才意识到 自己被母亲摆了一道 母亲根本没准备带他去看房子 而是借此机会 让他出门去医院看病 母亲还不忘吐槽藤井树 自己的父亲因肺炎而死 可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预防 无奈之下 藤井树只能走进了医院 与此同时 在小村的雪地里 朋友带着博子与秋叶 来到了南藤井树家的旧址 这里的确已经成为了公路 说话间 五号线呼啸而过 遗憾的是 朋友在国中时期 与南藤井树并非同班同学 两人完全不熟 他既不了解藤井树 也不知道学校里 是否有与藤井树同名同姓的人 实际上 他们所寻找的那位藤井树 正迷迷糊糊地坐在医院的走廊上 靠着椅子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见了病床上的父亲 父亲被一群人拥促着 推向抢救室 藤井树愣愣地站在原地 隔着时空 目睹着这场熟悉的死亡 直到年轻的母亲焦急呼喊 他才从走廊的尽头狂奔而来 推开抢救室的大门 奇异的是 他并未找到父亲 而是无意中 推开了另一道 潜藏在记忆深处的门 门外站着一个面容清俊的少年 正抬眸对上他的目光 古典急促 记忆如杂乱无章的乐章 又跳回了多年前的国中教室 老师站在讲台上 点了藤井树的名字 教室里却响起了两声应答 少年回头一望 令少女错愕 名字是最简短的咒语 他连接了过去与现在 融合了梦境与现实 最终 护士的呼喊让藤井树醒来 那个同名的同班少年 像一颗丢进湖水里的小石子 样起一圈 微不足道的涟漪后 悄然消失 然而 这颗藤井树记忆里的小石子 却是博子生命中 最难忘的一颗钻石 在秋叶的努力下 他们找到了女藤井树的家 两人站在门口 秋叶十分急切 博子却有几分犹豫迟除 不愿上前 秋叶悬问爷爷后 才知道他们来得不凑巧 藤井树出门了 不过很快就会回来 爷爷邀请他们进屋坐坐 却被秋叶笑着拒绝了 两人决定在门外等待 秋叶叼着烟 在路边有一搭 没一搭地玩着雪 博子蹲在藤井树家 红色的邮箱前 拿出纸笔 开始写信 在信里 博子向藤井树表达了歉意 并说明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然而 博子有意隐瞒了男藤井树的死讯 只告诉女藤井树 她曾是自己的恋人 现在不知所踪 但是 博子并未隐藏自己的思念 她说 自己有时会想起她 这才写下了第一封信 从而闹了乌龙 写完信后 博子看上去试然许多 叫上秋叶一同离开 在这里 两人有一段简短 而意味深长的对话 秋叶问博子 不等了吗 博子点点头 说 嗯 便转身走在了前面 两人沿着路朝车站走 身旁一辆出租车缓缓驶过 秋叶拦车 车并未停下 一位车中正巧坐着 从医院回来的藤井树 他们就这样擦肩而过 像是命运的又一次玩笑 博子的那封信 既是道歉 也是告别 他为了藤井树而来到小尊 却没有勇气与他见面 在博子看来 他们奇妙的缘分 由信开始 也应当在信中结束 走在路上 秋叶询问博子 为何要隐瞒死讯 博子说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大概是因为 对着一位陌生的比诱 谈论另一个人的死亡 并不恰当 这一次 秋叶并未反驳他 而是轻轻地感叹了一声 也许你是对的 原本 故事到这里 就应当画上句号 但很快 那辆出租车 让故事迎来了 意想不到的转折点 将藤井树送回家后 出租车司机折返 载上了秋叶与博子 在车上 司机无意中的一句话 却让博子内心震展 司机望着他说 这位客人 跟刚刚的那位 长得很像 博子冰雪聪明 一猜便能猜出 司机口中的那位客人 自然就是 才下车的女藤井树 一个残酷的真相 逐渐在博子的心中浮现 他留下的那封信 竟然成为了 证实这一切的关键 原来 藤井树一回到家 就看到了博子 给他留下的信 想起了记忆里 那个成名的少年 误会解除 藤井树也为 先前的严厉措辞 而感到抱歉 于是 他决定给博子 提供一些额外的信息 作为小小的弥补 藤井树给博子 写了一封回信 他告诉博子 国中时 曾有一位男同学 与自己同名 博子要找的 藤井树 大概就是他 随后 藤井树骑着车 将信投进了 街上的油桶 却恰好 撞上了 即将离开的博子 然而 这场单方面的相认 博子站在街的另一头 凭借着相似的面容 他一眼便认出了 藤井树 当女孩 骑着车经过眼前时 博子试探性地 喊了一声 藤井小姐 听到呼唤的 藤井树停了下来 四处张望 却没有找到 声音的来源 只能怀着 这疑惑离开 隔着汹涌的人潮 博子静静凝望着 女孩的背影 这是两人的 第一次相见 也是最后一次 回到神户后 博子又一次 去到前未婚夫的家 翻出了那本 毕业纪念册 并在合影上 找到了少女 藤井树 他忍不住 询问藤井树的母亲 自己和这个女孩 长得像不像 藤井树的母亲 却笑着反问他 长得像又怎样 博子本想 不动声色地隐藏情绪 最终却还是 没能绷住 说出了心里话 如果未婚夫真的曾把自己 当成这个女孩的替身 那就证明 所谓的一见钟情 不过是欺骗 博子原本无法原谅这一切 而藤井树的母亲 却一语道破了真相 说白了 博子是在嫉妒 她感慨于儿子的幸运 竟然在死后 仍能让博子保持妒忌 母亲的一句 你还爱着她吗 竟最终 让婆媳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女藤井树的出现 让博子曾深信不疑的 完美感情出现了裂痕 她发现 自己似乎并不了解 相处多年的未婚夫 彷徨无措后 博子选择了面对 她并未将 两人容貌相似的事情 告诉对方 而是写信恳求她 希望能知道 男藤井树 国中时的更多事情 收到博子的信后 藤井家刚刚在 搬家的问题上 达成了一致 爷爷知道 无论她如何反对 也无济于事 最终还是松了口 但还是难也落寞 爷爷的反对 只是生活的插曲 藤井家的生活 将以一种无法阻挡的姿态来临 在搬入新家前 藤井树还得在老旧的房间里 敲击键盘 给博子回信 随着一封封信件的寄出 两位藤井树的国中生活 也渐渐清晰 有趣的是 在博子的想象里 这应当是充斥着浪漫色彩的年少心动 足以令自己嫉妒 可在藤井树的记忆里 这却是一段不太美好的回忆 她告诉博子 自己与藤井树的念缘 从开学第一天便开始了 而因为这同名同姓 而产生的种种牵扯 让她度过了三年 灰暗的国中生活 原来 藤井树在医院走廊上 所梦见的教室画面 就是她与男藤井树的初遇 当时 老师正在点名 两人同时应答后 教室里便爆发了 不怀好意的哄笑 从那之后 他们便被迫绑定 受到了全班 带有恶搞性质的调侃 就连坐值日的时候 两人的名字中间 也会被划上爱心 只要稍微说两句话 就会被旁人起哄 好亲热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 最热衷于讨论感情 但对于内向的少女 藤井树来说 这种无孔不住的调笑 带来的只有难堪与苦恼 偏偏 事件的另一位主人公 也不爱与人争辩 流言愈演愈烈 于是 他们在大多数时候 只能彼此不理会 甚至连正常交流 都需要回避 少女只能在心中 暗暗期盼 利用分班来结束这场闹剧 可他们竟然 连这三年都在同一个班 对于藤井树的崩溃 博子其实无法理解 在他看来 这是命运所安排的惊喜 藤井树坚决否认 三年以来 他的生活没有片刻平静 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 藤井树向博子讲述了 某年选班干部时的混乱 这本该是一场平淡无期的选举 直到一张 写有藤井树爱藤井树的 恶作剧选票 被大声念了出来 才掀起了班级气氛的高潮 然而 这场青春期的恶作剧 远远没有结束 在全班同学的友谊撮合下 两位藤井树同时当选了图书委员 在众人的狂欢声中 低垂眼眸的少女藤井树 默默流下了眼泪 面对仍未停止的戏弄 另一位素来沉默的藤井树 却突然爆起 直接与始作俑者扭打在一起 然而 反抗最终没能改变结果 他们还是一起成为了图书委员 在回忆图书馆工作的这段经历时 少年藤井树的形象 也逐渐在记忆里鲜活起来 多年后 藤井树依然记得他的古怪 身为图书委员 少年却从不工作 只爱借一堆没人愿意借的书 而他根本不看 只是为了在空白的借书卡上 留下自己的姓名 组成藤井旋风 看着眼前那堆叠好摊开的借书卡 少女忍无可忍 吐槽道 你是傻瓜吗 不过 或许连少女自己都未曾注意到 在悄悄望着那个窗边捧书的少年时 他或许也有着一瞬间的心动 白色的窗帘被风扬起 阳光落在书页上 野位少年勾勒出了金色的轮廓 凝固成了少女记忆深处 闪着光的一幅画面 博从园的这个经典镜头 也在无数观众的青春里 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听着这些往事 博子心中五味杂陈 既有浅浅的嫉妒 又有深深的好奇 他在回信里坦诚地说 你记忆里的他 有着我所不知道的另一面 我所知道的他 仅仅只是小部分 因此 博子恳求藤井树再多说一些 与自己分享记忆 为了满足博子的请求 藤井树只能绞尽脑汁地继续回忆 这次 他想起了二年级勤末考后 一张带来厄运的英文试卷 当发现自己只考了27分的时候 藤井树内心犹如晴天霹雳 可再定睛一看 试卷发错了 少年藤井树正趴在桌子上 乱图乱画的那张 才是他的考卷 然而 一句简简单单的 把考卷还给我 少女却始终说不出口 一直拖到了放学 他在车棚里焦急地等待着少年 从下午等到晚上 期间遇上路过调侃的熟人 与神经兮兮的隔壁班女孩 急穿早苗 充满了慌乱的尴尬 因为车棚是恋人们的圣地 表白都会选择这里 直到夜幕降临 少年才终于出现 可令他气恼的是 这人根本不着急叫唤试卷 而是借着手摇自行车灯的光 莫名其妙地对起了答案 更讨厌的是 若干年后 当藤井树从旧物里翻出那张试卷时 才发现背面被画上了一个比基尼少女 他一边吐槽 一边将考卷寄给了脖子留念 其实旁观者或许已经看出了少年的小心思 不管是幼稚的藤井旋风 还是有意拖延的考卷 这些蛛丝马迹 统统指向了少年隐秘埋藏的暗恋 只不过 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 当局者都未曾察觉 收到考卷后 脖子仍未满足 反倒向藤井树提出了几个更难回答的问题 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你知道他的初恋是谁吗 在藤井树的印象里 少年藤井树脾气古怪 应当女人缘很差 尽管他不知道问题的答案 但他回忆起了一个有些关联的女孩 巧的是 那人正是他在车棚里偶遇的集穿早苗 最开始 集穿早苗怀疑两位藤井树正在交往 得到否定的答案后 他展开了对少年藤井树的大胆追求 而少女藤井树被迫成为了他的帮手 这反倒激怒了少年 令这段眉头眉尾的恋情彻底终结 因此 藤井树告诉博子 至少集穿早苗不是他的女朋友 写着写着 他还不忘吐槽一句 像他那样讨人厌的男生 怎么可能交到女朋友 在藤井树的记忆里 少年不仅性格古怪 还爱捉弄他 就连骑车时也要故意使绊子 将袋子套在他的头上 随后扬长而去 藤井树很好奇 博子到底喜欢他什么 博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或许他也不知道答案 又或者 他实在无法对着藤井树说出答案 从小尊回来后 他与秋叶的感情看似稳定 却又有一股说不出的别扭 暗恋秋叶的学生拜托博子 希望他一定要让秋叶幸福 可博子的心中似乎仍有顾虑 为了彻底解开博子的心结 在秋叶的提议下 他们决定去藤井树遇难的那座山里 一起和他打个招呼 而另一边 博子与女藤井树的通信也仍在持续 小尊的冬日很漫长 而藤井树的感冒竟依旧没有痊愈 他坐在书桌前 打开记忆的匣子 又想起了另一件事 运动会前夕 少年藤井树作为百米短跑选手 意外被撤撞了 左腿复杂性骨折 可是在比赛当天 他依旧站在了田径场上 随着发令枪起跑 虽然注定结局惨烈 但这一撞举却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而坐在看台上的少女藤井树 从相机的镜头里目睹了这一切 慌乱中他按下快门 记录下了少年中学时代的 最后一次田径比赛 少女的心动与少年的暗恋一样隐秘 或许连当事人都没有察觉 便将其匆匆掩埋进了记忆深处 随后 博子寄来了一台相机 希望藤井树能帮忙拍下 那个曾经的田径场 于是藤井树来到了学校 在纷飞的大学里 为博子完成心愿 拍完照后 藤井树在教学楼内闲逛 遇到了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 两人判谈了几句 听说藤井树现在在市立图书馆工作 老师很高兴 提出带他回学校图书馆看看 毕竟他曾经当过图书委员 然而 来到校图书馆后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图书馆的学妹们 竟然都认识素未谋面的藤井树 准确来说 是认识这个名字 原来 他们发现借书卡上 有许多藤井树的名字 便展开了一场 寻找藤井树的游戏 到目前为止 已经足足找到了87张借书卡 没想到能见到本人 这令学妹们又惊又喜 藤井树连忙告诉他们 写下这些卡片的并非自己 而是一个男生 此话一出 学妹们更加兴奋 立马断定 这个人一定很喜欢他 不然怎么会写那么多遍他的名字 藤井树哭笑不得 却又百口莫辩 最终没有说出两人重名的事实 为初中的少女们 保留了一丝罗曼蒂克的粉色幻想 走出图书馆 老师也饶有兴趣地问起此事 藤井树倒出了真相 并询问老师 是否还记得那个 与自己同名同姓的男生 这一个简单的问题 却让他从老师的口中 得知了男藤井树的死讯 原来早在两年前 他就已经在山中遇难了 这个意料之外的消息 令藤井树有些恍惚 他也明白了 为何博子执着于写信 骑车回家的路上 他不可避免地想起了另一场死亡 那年 少女在雪地里 找到了一只被冰封住的蜻蜓 他久久凝视着蜻蜓 抬起头问母亲 爸爸死了 是吗 或许死亡就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 简单到 用一句话就能说清楚 无论是父亲 还是那个同名的少年 他们都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 藤井树停下车 他的咳嗽似乎更加严重了 与此同时 秋叶与博子 也来到了南藤井树 遇难的地方 秋叶说 今晚他们先住在朋友 伪爹的山间小屋里 明天一早就去爬山 可是 博子再次迟疑了 他的情绪有些崩溃 害怕藤井树的亡灵会生气 萌生了回去的念头 秋叶好不容易才安抚好了博子 继续向山里前进 而在另一边的小尊 女藤井树的处境 却相当不妙 回到家中 她想给博子写了一封信 信中刚提到 父亲死于肺炎 藤井树便倒下了 高烧41.8度 母亲惊慌万分 一边紧急处理 一边喊爷爷叫救护车 可窗外飘起了 纷纷洋洋的大雪 救护车要足足一个小时 才能赶到 母亲与爷爷产生了分歧 母亲坚持让藤井树留在家中 等待救护车 可爷爷却认为耽搁不得 想要背着藤井树去路上拦车 实在不行 就花40分钟走去医院 激烈的争执里 母亲道出了藤井树父亲死亡的真相 当年爷爷执意出门拦车 结果失败 花了至少一个小时才赶到医院 延误了治疗 但爷爷却指出 从家里大门到医院大门 实际上只花了38分钟 时间冲刷了记忆 更模糊了是非 故人到底因而死 已经难以深究 只是过于相似的场景 让母亲从灵魂深处感到恐惧 生怕被剧重演 但最终 母亲仍然听了爷爷的话 只是他担心无法在雪中行走 爷爷依然表示 这次不用走了 用好的 小尊的兵荒马乱 并未影响到山中的宁静 在伟爹的小屋里 三人在沸腾的锅边 聊起了许多往事 藤井树的死 不仅给伯子带来了打击 也对秋叶与伟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只不过 两人应对死亡的方式截然不同 秋叶从此再不爬山 因为心中有了恐惧 可伟爹却自此留在了山中 成为了更多登山者的守护人 谈话间 伟爹哼起了一首歌 这也是秋叶常哼起的旋律 这首歌名叫青色珊瑚礁 是昭和年间著名歌手 松田圣子的代表作 博子这才知道 原来这是藤井树生前的最后一首歌 他被困在山里 只有歌声依旧飘荡 可他们始终感到疑惑 因为藤井树压根不喜欢松田圣子 随着藤井树的离开 这也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谜 随后 博子告诉他们 其实藤井树从未向他正式求婚 他只是拿着戒指盒一言不发 两人呆呆沉默了两个小时 到最后还是博子先开了口 提出了结婚的请求 而藤井树只回答了一个字 好 秋叶一听 顿时笑了起来 他所了解的藤井树正是这样的人 博子轻深感慨 他拥有着许多与藤井树有关的美好回忆 可依旧不满足 甚至在他死后 仍希望继续了解他 若实太过贪心 尽管故人已逝 可那位长门于山中的藤井树 永远是话题的核心 至少这三个人始终没有忘记他 与此同时 另一位活着的藤井树也在与死神赛跑 爷爷背着高烧不退的他 在雪中狂奔 发誓要在40分钟内赶到医院 却忽略了自己76岁的高龄 直直倒在了雪地中 这时一辆车路过 母亲拼命大喊 车却静止离开了 爷爷争着一口气 从地上爬了起来 继续往前奔跑 最后他们及时赶到了医院 爷爷却要藤井树 一起被送往了抢救室 事外 母亲对匆匆赶来的阿布一家说 自己决定不搬家了 不知道是爷爷先离世 还是老房子先塌 但无论什么结果 都由他承担 在这场相似的风雨里 整个藤井家 集体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 上一次他们失去了至亲 可这一次 所有人都安然无恙 那栋陪伴了他们数年的房子 也在藤井树 与爷爷获救的那一刻 有了新的意义 山中 伴随着朝阳的升起 渡边博子的自我救赎 也接近尾声 秋叶为博子 指明了藤井树沉睡的那座山 他向固有高声喊话 问他会不会冷 是不是还在唱 松田圣子的歌 还告诉他自己即将和博子结婚 甚至俏皮的假装山谷回音 说出了一连串的 好呀 露下了原本有些伤感的博子 随后 在秋叶的鼓励下 博子跌跌撞撞的踏过雪地 像曾经深爱过的他 喊出了心中最想说的话 两年的光阴 反复的思念 刻骨的悲伤 难掩的不甘 在此刻 全部凝聚成了最简单的两句话 你好吗 我很好 群山之中 病榻之上 六格子不断循环 宿命让人们相遇 又用死亡将人们分离 博子在矮矮白雪中掩面痛哭 藤井树在遥远的小尊 落下了一滴眼泪 冥冥之中 一切都回到了 第一封信所标记的原点 但这一刻 遗憾与释怀 奇妙地融为一体 少年与少女曾经的故事 也迎来了中章 少女藤井树的父亲 正巧死于新年 家中忙于葬礼 因此 国三年级的新学期开学后 他并未第一时间回去上学 某天 少年扣响了他的家门 问他为什么没去学校 然后掏出了一本厚厚的 追忆似水年华 只说是寒假前借的 拜托帮他还了 少女不解 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去 少年将脑袋埋在厚厚的围巾里 并不解释缘由 只把书塞进了他的手里 随后 他无意看见了门上贴着的记忠 得知了少女父亲的死讯 支支吾吾半天 才磕磕绊绊地吐出一句 节哀顺变 这个堪称笨拙的举动 却让少女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 少年有些羞懒 嘟囔着问了一句 干嘛 少女只是摇头 脸上的笑容始终没有消失 他抱着书 站在家门口 凝视着他骑车离开的背影 那使得他们并不会知道 那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回到学校后 少女藤井树 依旧是被恶作剧的对象 座位上摆了一瓶菊花 恰好这时 他从别人口中 得知了少年藤井树转学的消息 不知出于怎样的心情 他走在座位前 摔碎了那瓶菊花 掉头走出教室 惊待了所有人 后来 他按照约定帮他还了书 借书卡上的名字 与阳光下随风而动的白色窗帘 成为了回忆的最后一笔 藤井树坦诚地告诉博子 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写给他的了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博子将过往的通信 全部寄还给了他 并向他表达了真挚的谢意 博子说 这些回忆是你的 信也理应属于你 在这封信的末尾 博子用略微俏皮的笔触提醒到 他在借书卡上写下的藤井树 应该是你的名字 藤井树仍未读懂博子的暗示 靠在老房子的回廊下 与爷爷聊起了 国中时同名同姓的男同学 爷爷问 他是你的初恋吗 藤井树否认 他们之间的关系 似乎只能用有这么个人来概括 爷爷并未继续这个话题 只是告诉藤井树 这世上还有另一个 与他同名的存在 那便是院子里一棵 在他出生时所种下的树 藤井树又惊又喜 在院子里四处寻找 妈妈从屋内探出身子 好奇地问他们在干嘛 藤井树不停地追问爷爷真假 爷爷笑而不答 老房子里又一次充满了欢声笑语 故事的最后 藤井树给博子写了一封 没有寄出的信 在信里他说 最近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他既想要分享给博子 又最终因为害羞而放弃 图书馆的学妹们跑来了藤井树家门口 他们笑着将那本椎翼似水年华 交到了藤井树的手中 时隔多年 那张老旧的借数卡上 依旧只有藤井树一个名字 他满心疑惑 在学妹们的提示下 窥见了少年深埋的秘密 他曾在卡片背后 一笔一笔 描摹出了少女的模样 纵然生死造就了离别 但年少时最真挚的情谊 却如同那只蜻蜓一样 永久封存 而这封真正的情书也终于跨越了漫长的时空 被投递到了他的手中 电影有三重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爱情 但这里的爱情并非简单的暗恋 它是由孤独的灵魂交织而成的世界 其中的爱情并非是圆满的 双向奔赴的甜美故事 秋叶对博子的爱深沉而坚定 但博子的心却永远停留在藤井树身上 无法释怀 暗恋秋叶的学生 只能把这份爱默默藏在心底 少年树曾努力引起少女树的注意 但少女树对感情后知后觉 当她终于领悟 想要回应这份感情时 对方却已经不在人世 甚至电影里的每一个配角 都经历着没有回应的爱恋 小尊的邮差爱慕着树 但她的感情明显是单相思 中学时代车棚里的小故事 展现了青春期的尴尬与失败的表白 还有急穿早苗的感慨 我们都很辛苦呢 男生都挺任性的 点名了电影爱而不得的主题 再加上女藤井树爷爷失去老半的寂寞 母亲没了丈夫的孤独 这些线索构成了一副错综复杂 缺乏圆满结局的爱情画卷 而观众最关心的 也最纠结的 就是男藤井树究竟爱谁 电影里的细节 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朴朔迷离 藤井树临终前 哼唱着松田圣子的青春珊瑚礁 歌词中珊瑚礁的异象 象征着青春的美好和纯净的爱 这让不少观众推断 他爱着的一直都是女藤井树 而脖子不过是他感情里的替代品 然而 也有一派坚定的观点认为 男藤井树作为一个感情内敛 且不善于表达的人 能让脖子念念不忘 恰恰证明他们深爱过 但其实爱与不爱 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感情的本质是流动和变化的 可能自己都未必清楚 这一生的最爱究竟是谁 在小说中 严谨君二借女藤井树爷爷之口 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种事就是没有人知道 才别具意义 情书的第二个主题 便是创伤与释怀 死亡贯穿着整个故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亲人们似乎都把逝者忘记了 只有脖子还深深怀念着男藤井树 而女藤井树也仍对父亲的死 难以释怀 无法遗忘其实是创伤的表现 而释怀是需要仪式感的 脖子往天堂游记信件 是不愿承认爱人已死的举动 同时又是确认 这痛苦现实的一种方式 女藤井树的病 在某种程度上 象征着她对父亲离世的恐惧 病情的好转 象征着整个家庭 从过去的阴影中逐渐走出 开始了释怀和康复的过程 而影片结尾 脖子那撕心裂肺的呼喊 不只是对逝去爱人的最后告别 更是她鼓起勇气 放下过往 开始新生活的仪式 情书既是告白 也是告别 每个人都在努力与自己和解 但释怀并不意味着遗忘 死亡也不是生的对立面 逝去的人 过去的感情 宛如那被冰封的蜻蜓 永远以飞翔的姿态 定格在时光深处 仿佛依旧活着 正如南藤井树 虽身埋于阴暗的尘土之中 却有一封又一封的信件 拼凑出了那个 在阳光照耀下闪耀的少年 昔日的回忆 渐渐变得鲜明 生命中那些看似无解的谜团 逐渐有了答案 这是南藤井树飞翔过的证明 也是在轻松岁月里 和女藤井树美好情愫的定格 对往事的回顾 是与遗忘的一种抗争 《追忆似水年华》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 生命只是一连串孤立的片刻 靠着回忆和幻想 许多意义浮现了 然后消失 消失之后又浮现 念念不忘 其实是生命的一种馈赠 感谢观看